我們再關注現在生機業被形容是 可能臺灣下一個護國神山 現在生意業非常紅的 大家都在討論 前三分代我們看 因為不管是醫美 新藥 一直到疫苗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外密體 到底什麼是外密體 它的傷跡有多大 我想首先說一下 大家可以看這條線 然後突然暴增 那是因為在2013年 其實諾貝爾生意獎 已經頒給James三個學者說 這個東西技術真的可行 但大概花了十年的時間 陸續才讓技術到位 另外的話法規逐漸鬆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怎麼突然暴增 而且這暴增是暴增50倍 不是5倍 是50倍 主要就是抖音 還有Google這些搜尋 變成熱搜了 對 非常熱 持續還在發燙 主要就是包含最近 從2022年2023年 國際的這些美容展 也開始在展 不管是在美容 美妝跟生髮都有用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個照片 他去治療 然後通常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照片 就是在騙人的照片 但是這是真的 這是國外再生用的 那主要是因為外密體打進去之後 只要他的毛囊沒有死掉 他可以增生膠原蛋白六倍 所以這是 before 就是 after 對 如果你放著讓他繼續惡化下去 他只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的膠原蛋白多了六倍的產量 所以他的頭髮就真的變多了 那這是國外的事情 應用在生髮的部分 沒錯 這國外的案例 到最後就是今年 為什麼台灣現在法規鬆綁之後 跟上國際發展 很熱 第一個是在3月21號 第五個開放外密體在醫美的國家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台灣也開放 再來的話六月 這一個月很重要的就是 整個的法源制度建立 那就更完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那外密體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熱 大家看這是細胞 包含大家耳熟能詳 幹細胞之類 然後外密體他的大小就是 大概30到150奈米的大小 然後他再把這個再放大 變成說我們打了什麼mRNA 然後又有一些像核酸蛋白質 還有100種以上的生長因子 所以打下去之後 大家知道頭髮可以生 然後美容可以保養 抗巴炎 你傷口癒合也可以 說用這麼多 然後還可以修復器官組織 你關節修復 另外的話 他也可以成為 譬如說藥物載體 還有一些癌症的載體 也可以做 所以大家看起來就是說 他非常的 成長性非常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市場 臺灣現在有業者在研究這一塊 有啊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說 臺灣的話以醫美叫創收 你要先有現金流 你才能讓你的企業可以活絡 然後最重要是藥 還是新藥的開發 那他的市場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有說過 因為以前都沒有規格化 所以現在又規格化 所以大量的量產 而且他的提存跟量 他是那個大量生產是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像醫美森巴 這些傷口 醫藥 新藥等等 他才有機會 所以導致2013年才1.8億 非常的小 2030年我們現在看到最保守的數字 是22.8億 也大概有將近700億的規模 然後比較樂觀的 甚至超過千億以上的規模 千億 對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 全球的外媒體市場 其實非常的大 每個人都想做 他的重點就是 我們剛才講說 他的到底能不能提存 他的存化好不好 另外一個 就是他的濃度夠不夠高 他的提存的濃度的話 大概1毫升 就要10億以上的濃度 對 如果你沒有到那個濃度 你打進去是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我們現在看到幾個 還不錯的 也通過認證的 包含像艾萬零 你其實可以看 這些廠商都非常的新 因為真的最近才開始熱 最早的可能2015年 最新的在2022年 訓練這邊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運用的包含期待的細胞 然後也是衛福部 可以用在醫美美妝的 這個臺灣大概跑得比較快 然後他的濃度 大概一毫升是150億 對 所以你濃度要夠高才有用 所以他可以跟 譬如說電商 什麼女神安平 然後生髮的 什麼初髮本業 還有跟越南跟馬來西亞做合作 所以他們現在就說 我可以做了 然後我要快點 快速的擴大佈局 尤其是在東南亞 這個是在艾萬零 那向榮的話 他是用脂肪 尖的細胞 脂肪還可以用來 還可以 減肥還可以用來 不是 他的脂肪 其實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脂肪是可以共用的 像我們可能就是特定我們自己用 可是有一些人是可以共用 然後做成所謂的一個脂肪 這種幹細胞的一個銀行 可以去用這些相關的內容 所以他也打入了日本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市場 然後美妝也在日本販賣 然後去年我們都知道他是期待學 然後他也成立了所謂的細胞製藥 然後用的就是我們的所謂的一個 期待的相關的一個幹細胞 然後他也得到了像 肝眼症這些的查驗中心的指標案件輔導 所謂的指標案件輔導就是 他特別的 就是指標 特別的厲害 這個意思 然後在永利龍的話 他一開始就是做所謂的小鹿的洋水幹細胞 然後現在的話 人類的 人類的洋水幹細胞 都正在開發當中嗎 正在做 所以大家之前如果看到他的 大部分就是小鹿的洋水幹細胞系列的 美妝醫美相關的產品 其實在臺灣已經上市了 然後另外的話 也跟大家常聽到的什麼顆粒提納這些的 其實都有合作 那在為什麼都是做外密體 他現在比幹細胞來的熱 大家要開發 很重要一個就是幹細胞 你可能注射之後 有可能會離癌 有美育的問題 副作用嗎 對 因為他會比較容易形成排斥 但是外密體 他是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臺灣的廠商 反而現在著重的心力 全部都在外密體 然後外密體你除了做醫美以外 更重要的是未來可以做新藥 然後新藥像國際大廠的羅氏 像日本的五田製藥 這些其實都已經開始做 那只是目前還沒有核准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從醫美創造收入跟獲利之後 來研發新藥 那這些新藥會做到什麼 一種的話就是癌症的新藥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你有基因缺陷的話 他也可以做 所以整個的看下來的話 臺灣當然去年 我們剛才有說過 他做這個肝炎症指標 然後永利龍他也做肝炎症 因為肝炎症 臺灣常常看那個螢幕看太多 打手機太多 經常玩手機 對 所以肝炎症的藥 其實是馬上可以立肝見效的 然後另外的話像艾萬寧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他做的這些跟青光炎 這些就是比較偏 真的是治療效果 尤其在慢性腎臟病 這些也有一些治療效果 另外的話 腎胺的話 他做實體癌症跟腦中風 他有做授權 那這些都才剛開始做 在藥這一塊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提到就是臺灣最強的是什麼 CDMO 這種代工的商機 其實我們也開始在做 所以在整個外密體裡面 他的商機非常大 那臺灣是從醫美創收到最後 我們認為藥這邊是有發展商機的 我們知道AI手機在接下來 會成為市場的一個主流 不過要請教Simon 在AI還有5G的一個推動之下 是不是連手機都開始要M型化 對 我想第一個就是有提到 AI 5G 甚至新興市場 然後M型化就是很貴的跟很便宜 現在邊流行 然後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大家看一下 2013年第一季跟我們今年2014年的第一季 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以為好像智慧型手機不行了 其實他現在真的回來了 已經YOY已經成長18.7% 很多 對 而且他回到 你知道我們疫情前 大概是三億隻 是 差一點點而已 那主要的現象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AI 5G 外加 新興市場的推動 然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前五名 大家都看到 第一名還是三星 第二名聽過 小米這些 大家都聽得懂 突然怎麼出問傳音 傳音是什麼東西 而且他也拿下10% 對 而且他幾下我們之前聽過的 Vivo 對 然後他為什麼可以有10% 最重要的是低價裡面 他更低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高階通常講600美元以上 然後中階大概151到600 低階是低於150美元以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秉圖 現在低階已經占40% 而這個傳音所有的手機都在低階 他賣了2900萬支 對 所以 真的是夠便宜 有夠便宜 然後紫色這條線是中階的手機 它一直在衰退 連8G都衰退 是 然後現在就是AI的手機 現在越來越好用 結合這些新興市場 所以大家去看 到最後台灣這邊 主要看一個PCB 國城 它就是做傳音的 所以相對整個的市場 就會從新興市場 大概還有3.5億支 在傳音賣的特別好 就是在這些新興市場 對 還有包含大陸市場 然後AI這邊